所以接下来我们看 CB Plus Carbon Block 这些就是想要给减肥的对象 听到没有 说到减肥我就有一点难以其次 因为我是超爱吃的对象 你刚才看到我在下面就大两盘了 听到没有 OK好 所以呢 CH Balance CH Balance 所以减肥的人我们也可以给他建议吃CH Balance 听到没有 然后Carbon Block 只是block碳水化合物 这个Carbon Block 它提炼来自白蝙豆精华素 跟大豆精华素 它能够引致两种碳水化合物的消化酶作用 第一 甲型定粉酶 跟甲型葡萄干酶 所以呢 这个是只要有吃到精米饭做成的 比如说 面条啦 米饭啦 听到没有 所以呢 很多人听不明白 他说老师不要吃饭 吃老鼠粉可以吗 听到没有 哎呦 这个人在问问题 看到没有想过才问的 听到没有 OK 老鼠粉是不是面食啊 面包是不是 OK 慕如故是不是 OK 糕饼是不是 只要这些食物 我们在吃的时候呢 能够吃到三颗 三颗能够block掉500卡 听到没有 OK 所以呢 也就是说 150卡 不是500卡 OK 500卡就晕了 OK 好 所以这些资料在你们的书本里面都有写了 所以呢 是在饭前还是饭后 马上你吃到两三口就可以一起吃 听到没有 而且他的这种消化呢 是在 这个他的作用是在肠道 刚才我就讲了嘛 碳水化物要消化变成双糖 对吗 双糖就是他要变成蔗糖 果糖跟乳糖嘛 所以他都能够引致 这个淡水化物的这个消化酶 不要 不要 不要被产生 所以这个碳水化物吃下去 就不会被消化 不会被消化 就不会被 吸收 接下来就排出来 就这么简单 OK 明白 OK 好 那 不会 他怎么吃 我就讲饭后吗 饭后 任何人在饭前吃营养 有反应 这个对象的本身自己有慢性胃炎 不然他曾经就是有胃病的问题 不如营养的问题 听到没有 这个本来就是在吃到一半有食物的时候吃 在饭后才吃 所以不能够在饭前吃营养的 除了纤维 听到没有 OK 好 没有吗 小孩子干嘛要吃 几岁 九岁就要减肥 就要叫他妈妈来上课洗寒的脑线 一定是吃很多的快餐 煎煎炸炸 不吃菜 这种是谁的错 教育失败